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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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就是以色列 每张经文都不同 涉及一个多个或整个社群 有些地方经文的含义仅从字意便可获知 数字 人名和地名皆有象征意义 他这个打了括活 说要举例 他是提醒自己 我猜要是他要提醒自己 讲这个东西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举出例子来 好 这是第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呢 住在属灵国度 更高处的天使 拥有的圣经 其书写方式 既能让瑞智者 以更为智慧的方式来理解 也能使简单者 以简单的方式来理解 简言之 这本圣经既彰显出内在智慧 也彰显出外在智慧 其中有内在的表达 达到这个效果 有赖于字母上方各种标注点 这些标注点代表着各种情感 当这些标注点呈系列表达时 在更锐智者的眼中 就显出更为内在的智慧 我曾经见过一些这样的圣经内容 我还见过属天国度 圣经的一些内容 该圣经中包含更多奥秘 乃是通过字母之上和之内的 各种曲线和螺旋卷曲来表达 这是属天国度特有的标记 其中所含的奥秘无以伦比 属灵国度的天使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 属灵天使因此得知 他们无法接近属天天使的智慧 正如属世领域的天使 无法接近属灵国度天使的聪慧一样 属灵的聪慧完全超越属世的 我一次又一次的见证如此 众多亲身见闻向我证实 属灵国度天使的聪慧 对属世国度的天使而言 无以言表且无法理解 属天国度天使的智慧 对属灵国度的天使而言 也是无以言表且无法理解 至于主的神性智慧 超越了所有其他智慧 全然无可比拟 因为天使一切的聪明和智慧是有限的 而主的神性智慧是无限的 有限与无限之间没有任何比例关系 天使的聪明和智慧是有限的 因为天使是因为天使是接受者 但凡接受者皆为受造职务 因而是有限的 好 这个第25章没有内容 咱们看直接到第26章 我曾考察过属灵天使讲话时如何组织话语 发现他们乃是照着事物所象征的意义 来表达或说话 例如他们表达或说出马和马车时 他们乃是表达这些词所象征的意义 马象征领悟 马车象征来自圣经的教义 这怎么回事 嗯 其他的表达与此类似 因此 他们乃是出于所见事物的对应来说话 甚至像世人那样 简言之 简言之 他们依据对应来命名事物 如今已向这些天使揭示 他们语言之 他们语言中的用词 简言之 他们所讲语言的词汇 皆由对应形成 我请教他们如何书写套在马车上的马 他们写了一个 这是I吧 说这个字母表达如此 对我们来说简直太简单了 太复杂了也不知道 于是我在请教他们是如何书写 对教义的误解 就领悟和解释 他们说同样写了一个I 不过那个时候 那时他们的思维会提升的高一些 这个属灵的思维 和我们属世的思维就差的太远了 由此明显看出 他们的语言中有对应存在 只是他们当中没什么人关注这一点 这就好比我们世上的人 在谈到物性之光 或者说到光照 启迪之类的话时 没有几个人会注意到 这是灵性之光 当说到 说到天堂之火 还说让天堂之火点燃内心时 不会注意到 这是灵性之火 或灵性之热 也没人知道火与热 对应爱 由心发出的爱 即对应于意志 不知道光对应于真理 即对应于知识 好 这就是全部内容了 我们现在进入问题与讨论 是灵性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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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s 主� OK In short they give things names based upon their correspondence Now Lynn On page 3 of my email which I sent on Monday I listed some English I just hope it works in Chinese I don't need to read it all I'm wondering to what extent it is the same in Chinese As it is in English But all the time In English We are using symbolic language or correspondence It's the same thing symbolic language or correspondence I just give you one example The top one there Lynn We talk of people having a heated conversation That's a symbolism That's symbolic language That's a correspondence And then I went through them all Did they work Lynn And if they did work Can you read some of them out As examples That we You and I Today Use this Sort of symbolism This correspondence In our language And even our ordinary conversation Today Thanks Lynn Yeah Um You know Also you talk about Sleep Sleepery What Yes I did And something fishy And Yeah Fishy And For having trouble Yeah Problem and so on So can you read some of those ou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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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tenían Am It's Ned In Of It's inental Eles 是用 对着 the A Is That �형 Is Which 就是说 印说的他想知道 就是这个汉语和英语中 有多大程度是一样的 比如在英语中 我们谈论的是人们激烈的对话 这个 当有人向我们解释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就是说 用英语说眼睛被打开了 实际上就是说明白了 看到了 反过来如果我们不理解某人 试图想要解释的事情 我们就会说 我对这件事情仍然一无所知 他用英文 就是说 我们就是 在黑暗当中 印的大 就是在黑暗当中 就是说 当时我们激烈讨论的时候 英文英语 就是有热度的对话 那叫激烈讨论 因为激烈嘛 他就比较有热度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们要谈事情 我们能够明白了 Eyes open 就是我们已经明白了 然后我们就是 一无所知的时候 我也用了Dark 或者Induductness 然后呢 他就是说 又举了例子 我觉得在咱们 这个中文里 也有相似的 但是就是可能不 一模一样 然后说 如果我们怀疑 有人向我们提出的 商业建议呢 就是我们对他 比较有这个 这个疑问 我们就会说 这事情有稀小 因为在这个英文里呢 他就是会 说这个事情呢 有点fishy fishy fishy就是 就是星嘛 有点星 就是说 这个味道不对 是没意思 然后呢 这个耶稣呢 他在那个 他也强调 如果有人 这个狡猾 或不贵碎碎的 我们就成为 他们是狐狸 但是在这个英语呢 就是slippery 就是非常 非常 不是 也是成狐狸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 和中文一样 I think that the fox we also represent some people cunning Yes Absolutely We have a very similar in that particular sort of term That's right Yeah And 有些人呢 他就是说 他可能 就是经常 会说一些 欺骗的话 我们就说 这个人是个 滑溜溜的人 Yeah In Chinese very similar We said the celebrity We have something like that very slippery You do Yeah Okay You can never cought the evidence Righ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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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如果我们有这个 问题 就是 trouble 就是说 灾难的时候 我们会说 它是非常 hard 非常难 这个 Yeah In Chinese the heart is the same Yes Yes 当涉及到 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 就是我对大多的人 感觉 或者是就是 他让我感觉冷 对面人感觉很温 或者是他让我冷 这是英语的表达 其实我们在 中文里是一样 就是 The warm and the cold are the same as well Ver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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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Chinese If you say somebody wooden That could mean Could also mean that person is not smart Yes Yes I can understand that actually because it's very close to what em It custodial English to refer to people who have little personality Or little em Yeah Like You Just said em Not very smart Something like Describe them As Being Wooden Yes Yeah If we don't 相信 某个人 告诉我们 的东西 我们就 描述为 高深莫测 实际上 在英文 它就会 说一个 词叫 Tole Story 就是很高的 这样的 故事 高深莫测 的意思 然后 In Chinese Tole Story We're basically saying that is too high We can't measure Something like That Okay For us In English A tall Story Means Something You really You really are struggling to belie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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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body has Been Something too deep Something too deep We can't Or We can Trust I That Yes Okay Okay 如果有人 Bei 著你 做了 不愉快 或伤害你的 事情 可能会 表示为 一种 非常低级的 行为 In English Low Act is low Someone is low 我们也会说 这个人 层次太低 什么这样的 The low is very similar What about the opposite of that Lin The opposite is high minded If somebody Yeah gives it Makes a sacrifice For somebody else Or Whatever We might say That's a very high Minded thing to Do You Have Something Like That High Minded Yeah Um Well High Minded In Chinese If You Transless That Probably Is A Little Bit Arrogant That's interesting That's interesting isn't it Yeah We would say That's interesting You say high minded In English For that person who's arrogant We would say high handed Yeah If we say somebody are really respectable And You know Respectable Or Having Higher Attitude Yes Yes Attitude Um How do we say In Chinese Everyone Mind me Chong Gao Cheng Gao Shang Yeah We also say something Like High Something High Yeah Right Right Yes Okay Well At least There's Nice Crossovers There Which Reassures Me It's not just Restricted to English It's obviously In Chinese As well That We use Symbolic Language Or Correspondences In our Everyday Conversation Because It captures A Reality Like We've just Been Saying About Talking About Somebody Who's Very Slippery Um The One Word Says A Lot About Another Person Doesn't It Yeah That's True That's True That's True Okay The In Y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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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Can we Just Go Bac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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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ous remarks On the marriage of good and truth in the word it is to be demonstrated from passages in it and so on there are chapters and special expressions which relate to good and to truth. Could you, Lynn just have a look at my email, the first page. 这是第二页 咱们刚才看到英文了 他讲的是爱和智慧的结合 第二页我们在这里 讲到我们圣经的话语 是善就是爱了 和真理就是智慧的结合 神不只是爱 神既是爱又是智慧 在他里面合二为一 就像就是说 形容我们的这个婚姻一样 就上次咱们也讨论到这一点 就是男方呢 就是说好像是代表的是这个智慧啊 真理啊 然后女方呢代表的是爱 就是这婚姻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是合二为一的 就在圣经里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就像我们说的英文 就像我们说的 什么意思 在圣经的某些地方呢 我们在圣经中 神是爱就是重点 在其他地方呢 他就是他说神是智慧 把神是智慧 有的时候在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到的时候呢 神是爱作为这个重点 另一个地方呢 他要把神就是智慧作为重点 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章里面 说的是这个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 这个重点呢 强调我们的这个主呢 是爱 神是爱 在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呢 四十六章 说的是这个神是我们 避难所和力量 他的重点是作为这个智慧的神 他会保护我们 另外呢 在这个英语翻译里面呢 就是在英文翻译里面 如果我们说是Lord 主主要是 象征于这个神圣 就是神圣的爱 然后如果我们叫的是 God 神 那么就主要是 就是说重点 强调的是神的智慧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得到 神的爱的安慰 像诗篇的这个二十三 二十三书 然后在其他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神的智慧的保障 保护我们 像四十六 这些都是强有力的例子 神的爱和神的智慧 美丽地交织在一起 在我们的圣经中 在我们的神的话语中 这就是美丽地交织 那是美丽地交织 它是不错的 我只是问问 Lin 如果 如果 你的中国文字 这种辅助 能不能够 但能够 说这种 when I speak to you know when I want to convey something of God as love I always try to talk about the Lord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just that little bit more warm and loving about the title the Lord but when I want to refer to what God asks of us or encourages us to live our life I tend more to talk about God God commands in Exodus 20 the 10 commandments God commanded all these things and there's something more challenging let me put it that way the term or the name of God the Lord is warm and reassuring the name God is challenging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ir field they feel different when we think about it and when we hear them used thanks Lynn thank you yin that's interesting it is isn't it yes it's a little oral but I think you know normally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Lord you do feel warmth and closeness yes and that's just love and when you talk about God you feel holy and something new absolutely absolutely 刚才那个印就在讲 就是他不知道咱们中文圣经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区分 他就是说 因为这个印吧 他把圣经读的是非常非常的熟的 他这么几十年都是在研究圣经 他就是每当读到Lod的时候 他就会感到是一种温暖 就是圣爱的这样的温暖 然后读到这个神 就是高 就会是一种非常的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高 就是非常这个纯圣纯洁 同时也有一些 就是等于对我们有一些挑战性了 因为我们和这个神差得太远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也有一定的挑战性 因为神的很多光量 我们也不能 因为很强嘛 也不能接受 像在这个旧约里边 就是这个摩西 就是他们给神造了一个 就是说这个 就等于是像 咱们叫什么呢 中文我忘了 反正就像一个神语一样 然后进不去嘛 因为那里边光太圣洁了 谢谢 Ian 那是有趣 it's the same with the words Jesus and Christ Jesus is a very warm reassuring word to use Christ is more remote it's more elevated in the sense of being up on high but the fact that we've got those 名字 brought together Jesus and Christ i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love and wisdom being expressed in our Bibles the two words they're not accidental they are absolutely meant to be together the way they are, love and wisdom, Jesus Christ the two things are brought together okay 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 他说 耶稣 耶稣 我更多的 应该强调的是 爱 然后 Christ 更多的强调是 智慧 所以文伟,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讲到基督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圣洁 非常很高的感觉 这是非常有趣 我非常有趣 我非常有趣 我觉得林 它带回到我 这种特别的福音是 这种特别的福音就是 那和 这种特别的福音是突然没有一个关系 是真的不错 这种特别的福音是否都很感叹 请大家看看 Pay the 6th, please ground. Pay the 6th, correct? Pay the 6th, please ground. Okay, okay. A little bit. Continue with your conversation before, the love and the wisdom, I feel that, you know, normal church, you know, out there, normally sort of emphasize on love more than the wisdom. The thing is though, I know they do. I know that. Yeah, but, you know, when we work with God in truth, like love and wisdom all together, we certainly can understand more, and when we act, we can act more, sort of, with more wisdom. Oh, absolutely. Yeah. Lynn, as a parent, as a mother, you can understand, we can all understand, we love our children dearly. You know, we, we, we really, really love them and care about them and want what is best for them and pray for them, but that love has to be joined to wisdom because if love is not joined to wisdom, it can, it, we can spoil the children, we can do harm to the children. Mm. If it's just love, you know, we, we don't have a bedtime so that we let them stay up till half past 11 at night time or we don't insist they do their homework when they come home from school before they go out to play. Now, love by itself, uh, can be mis-, it can be misled, that wisdom guides the way we express our love. Is that okay? It is exactly, um, Yin, I can tell you a lot about that. Yeah. I just translate. Yeah. I think that the love and wisdom are both together. I can understand this. I personally think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I think that the love is very important. For example, as a mother, you love your children. But the love is that sometimes it will kill your children. Yeah,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because when my son was a teenager, he was pretty revealed it. Yes. And every night I pray, Lord give me wisdom, wisdom of the world. Yes. Yes. So that I can talk to him in the way that he can understand, he can sort of rationale. of the word is not. Absolutely. Yesterday, my husband was like, it was not right, though, it was a pain. You can do it and you can ask any people if you do to worship your child. That is true. so that I may say the Lord gives me wisdom. When I tell the Lord, when I say the Spirit, my God gives me wisdom of wisdom, it is true. And that is true, it is true. It is true. I think it is true. It is true. That's your point. Thank you. Then,here's another example,it's a slightly different example but not very long ago a young man had done some things he shouldn't have done.He broke the law and I think he was involved in some sort of robbery I have been a worker out of slavery and his mother discovered this and she went to the police and told them what she had discovered and he turned around to her and he said how could you say you loved me when you went and did that when you went and told the police but in fact she her love for him I'm saying rightly was expressed through wisdom he needed to be stopped from doing what he was doing and to realise there were consequences it didn't mean she loved him less or that she'd stopped loving him it was her expression of love wisely she was being wise in reporting it to the police thanks just 刚才印就讲到 一个孩子 他做了很 不好的事情 他妈妈 把他告到了 警察局 所以那个孩子 非常的生气 我母亲你害我 为什么把我告到了警察局 这个 这个妈妈 好像我最后每次听课清楚 黄斌你能够 那什么吗 就是 好像这个妈妈 她祷告吗 是吧 对 她能够跟这个孩子 讲清楚 对 她就是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为了她的 长眼的 这个不要在乎错 所以就 不是说 把她那个 做的错事 掩盖起来 不给你做 对 反正就是说 这种 有些主的智慧 确实是 非常奇妙 林 林 I just want to make a comment love works through wisdom that's a key thing to hold on to love works through wisdom and it best achieves its goal when it works according to wisdom and you look around at parents and the parents who express their love wisely are the better parents whereas the parents who express their love unwisely are the poorer parents just 刚才 印 就是 讲的 这个 这个 善 就是 爱 它是 其实是 通过 这个 智慧 来体现 的 就是说 如果 一个 家长 他能够 就是 做到 智慧的爱 那么呢 就是说 那个结果 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 智慧的爱 是主的爱 是神的爱 就是说 通过 其实 你不可能 有真正的 这个智慧 如果没有 主的爱的话 也不可能 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就是 真正的智慧 是从主来的 是主的爱来的 Thank you Ian Just to finish this off I was coming to pay for something in a shop in Garden City the shopping center two days ago and there was a young mother Chinese mother in front of me and she had a lovely little boy who was about three years old with her and he decided that he wanted several things which were in boxes on display at the cash register and she stopped and she got him you know despite him protesting she got him to put all the things back and she said no you can't have those things you already have enough of those things at home well he was very disappointed but she was a wise mother she was expressing her love wisely thanks yeah thanks he said that day he went to the shopping center 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拿了一些 不同的包装的物品 拿到 收款台 然后他妈妈 当时就跟他说 我们不可以拿这些 虽然那个孩子非常不高兴 可能我估计也是哭叫 结果这个妈妈 还是跟他坚持讲了道理 坚持说不行 所以看看这个妈妈 其实他也很爱看着 也是非常爱那个孩子 他还是就是做了对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做家长都知道 在孩子给了很多压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做对的事情 也是很难的 Thank you Guan, can we have page 6 again please your notes OK OK It says here In the spiritual kingdom they have the word in its higher region written in such a way that can be understood ever more intelligently by an intelligent person but simply by a simple person Lynn can I just ask you to go to page 1 of my email and read page where I've got halfway down page 6 to the top of page to the top of my second page can I just leave you to read that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I read through 第六页 就是说 我们以前 也都被教导过 神的话语 就是他写的方式 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圣经 圣言写的方式 就是可以让一个 聪明的人 越来越明白 但只是一个简单的人 让聪明的人 越来越明白 但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人 或者理解地非常浅的人 他可能就不会很明白 就还是很简单了 就是说 印呢 就是建议 就是我们读一下 诗篇139 13到15 16节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经文他也写下来了 因为主 已经形成了 我的内在部分 我在我母亲的府中 你在我母亲的府中 覆盖了我 我要赞美你 因为我是可 为而奇妙的造物 你的作为是奇妙的 我的灵魂很清楚 你的身影并没有被你隐藏 当我被神秘的制造出来的时候 巧妙彻底的制造 巧妙的制造 应该是 Wonderfully made 就是好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说 都是你的这个 你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 就是我把我造的这么奇妙 我的灵魂非常 就是灵魂深处是非常明白的 我的身影并没有被你隐藏 巧妙的制造 你的眼睛看到了 这个翻译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说你 你非常这个智慧的 使我的这个 各个方 各个部分都能制造的非常快 包括最低的 在这个地上最低的这个部分 你的这个眼呢 看到了我的这个 就是 应该是肉体吧 substance 在这里 有些这个部分还没有被这个 完全形成 你的这个书呢 The All We're Written Simple 这个翻译 我回头看看这个经文吧 我还是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是圣经诗篇 解决你的侧上 我还是翻开圣经吧 因为这个 是那什么 是那个 拿那个软件翻译的 好了 那我现在 就是说 我的丈夫 他那substance 就是 我的丈夫是你所造的 在我母虎中 你塑造了我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隐蔽的被造 在地的身处被造 那时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 我未形成的身体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 为我所定的日子 我还未度过一日 就完全记在你的册子上了 就是说 神造我们就这么奇妙 就是说 在我们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这个主已经 他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们 为我们更好的日子 Thank you Ian That's all Just a second I haven't finished 这个 这个 就是经文呢 他的解读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 有形的人 被造的一个人 在里面呢 或者是说 就是有属灵意的层面上 这些经文呢 是关于我们 是就是被新造的 正如这个 格林多书 后书 五章十七节 讲的 就是人在这个 若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 在这个更深的 属灵意的层面上 讲的是我们属灵的重生 神如何创造我们 塑造我们 就是我们重生的 这个人 使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中的一员 有他的形象和形式 所以呢 就是说 正如这个诗天 就是刚才念的 一百三十九天 就是这经文所限制的 那样 聪明的人 可以越发明白 但简单的人呢 他就会 可能无法理解 就是在这个 更深的一层 属灵意义的方面 也就是说 刚才 印指出的 实际上 我们所造 实际上 是我们重生 所谓的 造 不光是我们 这个人 从为的婴儿 生下来 也指我们的灵 这个重生 他就是说 念说 他知道 在几周前 谈到了这个 淡衣礼 在这个 狮子的血里的故事 咱们都知道 这个特别有趣的故事了 还有这个 大卫和格利亚的故事 这些简单的故事 被简单的人理解 但聪明的人 可以理解的 更加深刻 谢谢 Ian lovely lovely well as I've said also about David and Goliath and Daniel and the lion's den it's just it's all the way through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and so on simple people understand it simply and you know more spiritually intelligent people understand it more spiritually the same the same parable but being understood in different ways thanks Lynn Lynn what about some questions anybody let's 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and if we could have anybody ask questions I'd love that yeah when we talk about the intelligence and the wisdom we talk a lot about it means a spiritually intelligent yeah yeah so spiritual intelligence and the wisdom are the same yes okay ye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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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ll leave it at that because it's it's a it's a good a good point to not not to be complicating it okay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s wisdom 大家 那个 还是 提 问题吧 趁印 还有一点点 时间 现在 有没有 几分钟了 也就 五分钟 大约 五分钟的 时间 有没有 问题 赶紧 提出来 may be I'm sorry ask the question of everybody there has this study because it finishes tonight on the on the bible been helpful to the members of the of the group have they felt it's been helpful to them has it shown things that they didn't appreciate or understand before yeah that's a question perhaps if you asked would you yeah um um 就是说 啊 因为 今天是 这本书的 最后一次 学习嘛 啊 大家也可以 谈谈 就是说 啊 有什么 啊 你 过去 比如说 通过这个 学习呢 有没有收获呀 可能过去 没有那个 啊 明白的问题 啊 或者没有 想到的问题 通过学习呢 能够 就是想到 嗯 耶 啊 耶 yes 啊 next week we are going to make to do a review oh okay i i generated some questions and based on the final several study excellent i will send that one to the questions to you and also i was i will sprea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question to our study group excellent okay excellent um that's really really good 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下一次我们是一个 回顾 我做了 念的几个问题 就根据上面 我们几次的学习的内容 念的几个问题 回头发给大家 也同时也发给音 让他给我们做一些 做一些指导 okay 谢谢 thank you thanks the marriage of love and and the wisdom yes um how that related to the human marriage would you ask that question sorry how does that related to human marriage it relates like this men and women both have love and wisdom okay you tend to find that and tha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or anything like that okay um but men tend to be able to uh let I'll use the Swedenborg's definition women think and express their intelligence through love men uh they um they do it slightly differently they express their love um through more through their left brain side of things when I made that play here's an example and and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ill be dispute this but I just want to nevertheless give you an example when one when we were living in Sydney and had all our four sons still at home one of them became a very good hockey player and I he used to play in the back garden as well as play competition hockey I said to him one afternoon please be careful of that hockey ball it's it's a very hard hockey ball and I said there's all these windows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so you must be careful well a week or two later I came home and my my wife said to me well look just calm down about this because our son this particular son he's gone and smashed a window now the interesting thing for me then was that he went and told his mother first he didn't he didn't want to tell me first why because he knew that although she would be upset she would express her reaction through her love for him whereas he also knew that when he spoke to me my reaction would be well that's going to cost you a lot of money in other words the left brain clicks into gear before the love does now the love comes later I said to him later I said look I was a teenager myself once and that sort of thing but my first reaction was left brain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rying to say yes okay so that's how in an earthly relationship you get this interaction of the different ways we women and men our minds function is that okay yeah I know we could have a big discussion about this the whole world is talking about it but yeah what I'm what what I think is is rather beautiful is that we're not the same but we can beautifully interact I'm all for our governments having a lovely mixture of men and women and I think it has been a mistake in the past for it all to be dominated by the men same as university faculties or wherever it's you know there's a a particular management of of roles which is rich but different with men and women I hope you found something of the same okay how would you describe if you saw it at all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reaction or the handling of the roles between say a female professor and a male professor were they different did you notice any difference well that's a that's a good question certainly men and women are dealing with things and the sense the sensation is very different but at work how to say that at work I basically look at people as persons no other men no wome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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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because that would be hard in that environment very often in a whole meeting or you know hundred people or ten people only one woman which is me so you can't really think about that too much to me so just dealing with everybody professionally yeah I understand well in any case when you ask about how does this love and wisdom manifest in human relationships you know we need to be thinking on a spiritual level anyway not on a natural level both of men and women have love and wisdom but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things the love and wisdom in each of them works in different ways there we go that's where I think I'm happy to sort of describe it we're talking about spiritual things we're talking about a spiritual level okay and okay I'll go a step further I will go a step further with women I'm talking about spiritual things with women women my experience is that women for all their deep interest and love of spiritual things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ose things to their life or to our life if men when men are concerned they easily get diverted into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which often isn't related to life and that's one of the differences I'm talking about spiritual things and spiritual level but that's one of the pro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men will talk about it and talk about it and talk about it and talk about it women will say well what'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our lives and there's a difference there and that's that's a good way of summarizing the differe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love and wisdom at a spiritual level when we come to gender thanks Lin thank you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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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question is our first is love and wisdom as as one of the 婚姻 我说他怎么能够和我们真正的婚姻 人的婚姻来对应 然后Yin刚才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他在悉尼的时候 把他孩子可能玩得比较太厉害的时候 把他们家的玻璃一下子都给打碎了玩球 然后等他回家的时候 他夫人就跟他说 你不要太激动 我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说他那个儿子要是做了错事 首先要去找他母亲去说 先承认他的错 就好像不跟他 就是说实际上好像母亲的妻子的角色 就是在爱方面 通过爱来指导他们的行动 另一个方面 就是女方就是一般的时候 她的这个都是从灵上来说 她的那个就是表示着的这种爱 很快的都能落实到这个行动当中去 就在生命中就能体现出来 这个男人呢 男方呢 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他会在就是理解呀 还有讨论当中啊 可能都说很长时间 好像那个行动还没有出来 就是说这个 就是大家的这个等于是经历和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最好的结合才对 OK OK Now Lin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have a rest Who who can make a prayer for us Zang Zang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evening And Lord We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loving us So we call you Lord Lord Please Show us the way How we can Learn Image of yours And to Giving other Or our surrounding Love from you Lord This is Our Major Stapes For Learning Or our spiritual Journey Into it But God You are Is holy You are The wisdom Giving to us For us Shaping ourself Like you As Waitheousness Integrity And holy And Holy Full up Wisiting Thank you Father This Is Wonderful Illustration For us to Copie And learn And practice In our daily life Thank you Father And we Further And continuously Pray As Pastor Ian Today Just Out of Hospital And It's To Do Certain Treatment And we ask you To give a wisdom To those Doctors And Practitioners And for Using Your wisdom And Treat That Things More Effectively So Your Great Servant Can Maximize His Love And Wisitance And Into Among Us Also Thru Us Among Multitudes Absolutely Thank you Father We pray In Jesus Wonderful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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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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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Love to you all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I'm so happy Today your voice Much better Yes I go to a speech Therapist Who's helping me learn little Methods of Helping me with my voice To Excellent Yes I'm getting help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od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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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咱们大家继续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感想 想要讲的 谈一谈 旁边啊 你把那个slides 再show我一下 大概是第二还是第三页 我这个地方 没没看明白 就是谈到犹大的时候是怎么样 然后谈以色列的时候是什么呀 没没弄懂这个意思 你你再帮我打一下我看一下 他这个意思呢 你这个这个slides有没有有他这上面讲什么什么时候的时候是在台犹大 对 在这里对对对 看到了 因为什么呢 说是这个这一部分呢它是作为一个就是笔记一样的 对他自己的这个notes 他这里面有些内容呢 好像就他只是一个好像他自己可能他写下来 就史公当时写下来呢他是给自己提醒 我这个内容回头我要写的时候要如何如何表达 所以他只有他自己理解 所以这一句话是什么呢 没什么大的意思 就属天的时候的时候是有谈论到犹大 属灵的时候是谈论到以色列 这是他自己的这个notes 他可能是指的圣经的某一本书或者某一个章节的问题的时候 他我猜呢只是猜呢 他是要提醒自己 哎当说到属天的良善的和真理的时候 这个主题呢就是犹大 他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让我们现在都 让我们看到这儿呢 就有点好像莫名其妙一样 怎么这个突然出了这么一句话呢 我觉得我觉得我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应该是合理的 嗯明白 他可能是某一个圣经的某一个问题 或者某一个部分很局限的一个部分 然后有一个事情我想请教大家一下 今天应总觉得很好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经常 我的脑袋里就是LORD GOD JESUS CHRIST 就好像都是讲的就是神 所以今天应就是解释的非常的正 他就解释非常贴切 就是说他说LORD就是一个爱和温暖 就是讲到读到LORD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说OH GOD GOD就是纯洁 然后非常非常在很高的地方对我们有挑战性 然后讲到JESUS CHRIST 那就是LOVE AND WISDOM加上智慧 那么我就想问大家 你们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应的总结呢 还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学习这个史公的书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问题 很多地方都讲到问题 但是好像并不是特别强调 所以大家如果留心 会发现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在很多地方对这个问题都提到过 这个真是很有意思的 是和我们中文里面表达有点相似 我们中文里面有很多词 两个都是词 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常常是配对的 在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耶稣基督 耶稣的一个意思和基督的意思 是表达的一个是爱一个是智慧 这个好像和我们实际上人类的思维 或者说我们人类的这种 对于语言的这种表达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谢谢 各个民族都有这种好像有点内在的相似性 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没注意 注意一下 那么就是说你翻译的时候 Lord你是翻译 就是God你是翻译上帝对不对 Jesus Christ 当然耶稣基督那是没问题 对 那么Lord你是怎么翻译的 中文 Lord是主 Lord是主 God是上帝 嗯 谢谢明白了 但是很suttle的啊 就是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今天他讲了以后 哎我想想是啊 我们读到读的那个 读的那个 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确实是有 还是有 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就是 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我们中文里很多词都是这样 比如说智慧 我们经常说智慧 实际上你要仔细一看 智和慧是不一样的 智主要是讲的真理 或者是讲的是你的那个聪明 或者是讲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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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 慧呢主要是爱 或者偏重于爱 中文有很多很多词 两个字 两个字是这一词 你仔细一分你发现 这两个字 各有各有侧重 各有代表 这和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耶稣基督啊 这个Lord和God呀 这个关系都是非常 我觉得很很相似很相似 天父呢 很有意思 就是 这个平时都没注意的 天父 对啊 你说天父 哎哟 这个天父 这两个字可能不能 这两个字应该是一个概念 不能把天和父 把这两个分解 这个天父 天父就是Lord了 天父 我相信 我相信 他主要的表示的就是 就是一个创造 创造宇宙的主的本性 神 我觉得主要表示是神 其实这个天父吧 应该还是理解为 God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是中国吧 他称呼呢 为老天爷 嗯 实际上这个老呢 就是个great 天呢就是heaven 爷呢就是father 啊 啊 啊 也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 愿为士安玛 从此替爷争 替帕 爸爸出征 所以呢 老天爷 老天爷实际上 就是great heavenly father 那么中国呢 一向都是有这个 啊 啊 敬天 敬上帝 敬神的这样一个民族 那么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可以说是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就开始有这个祭天的记载了哈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当然没有耶稣这个概念 没有主这个概念 那么呢 我们成为主呢 还是主耶稣啊 成为主耶稣 所以呢 主耶稣把这个 把这个上帝的爱带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中间 那么 所以我们首先呢 这个 要 就当我们说 上帝他首先 是一个 啊 首先 是 有有有有 但是父的这个职责呢 是他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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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系 父的关系 然后呢 有了父的关系 然后呢 才是 有了君王的这个关系 啊 就是君臣父子 这个 夫妻嘛 就是这个三纲 五常的这个 这个 这个概念 才有的 那么 为什么叫夫妻呢 因为 我们跟主耶稣 有这样一个夫妻的关系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跟天父 有这种夫妻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嫁给耶稣嘛 嗯 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 只要我们理解这个 这个三纲 我们就理解了 神的他这个本性了 OK 谢谢 那就是还是 谢谢薛摩斯 就是三位一体要了解的 非常的 确切 你才可以真正体会到 这个啊 对 对 但是我们一定是每一天 或者说 跟每一个神的这个关系啊 一定要 要有意识的来practice 这个我们跟他是父子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跟他是君臣的关系 然后我们跟他是夫妻的关系 这个特别有意识的来把它弄清楚 这样的话呢 才会 跟他有全面的关系的展开 OK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当时学神学的时候 的概念 我这有个事啊 我这 中国 印了一千本那个试探 试探的中文版 这个留给 留给国内六百本 寄回来四百本 这个书呢今天到了 这个 这个 如果大家 有兴趣 或者说可以 呃 周围有人想要这本书的话 我回来可以给大家 呃 每个人给几本 呃 让大家如果 如果有机会 可以像 像周围的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有 能有兴趣的人 愿意愿意读这本书的人呢 可以向他们散发一下 这个这个书的这个打印的这个 这个印发的费呢是由这个 这个 Basel Laser Trust Basel Laser 是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他 他生前 他根据 这个 这个 周围登堡的书记里面的 关于试探的 这些讲述 把它全部都摘录出来 汇编起来 按照这个逻辑关系 把它汇编起来 编成这本书 呃 本来没有想到这个要把它打成中文的 后来这个印告诉我这个 这个Basel Laser Trust 准备出资把它打印 这个澳大利亚这边打印的太贵了 一本书大概 需要大概七块澳元 我们送到中国去打印 连运费合到一块 那一本书大概就是4.5个人民币 现在 那也差的太多了 差的太多了 那边 那边比便宜的多 运过来 运过来 也就是一千多 一千多人民币吧 运费 加上那个打印费 这有一千本 也就是 将近五千块钱 五千多 合在一块 六千多 这边Basel Laser 这就出了一千二百多块钱 就给他们出到那边去就行了 这个简直 如果到这印的话 大概就八九千 八九千澳元 差的太多了 这个书已经到了 我下个礼拜 我会把这个 拿一箱子拿到教会去 给印啊 给我们牧师啊 他们每人都保存一些 看看 但因为他们接住的人呢 讲中文的不多 这本书呢 纯粹是中文的 所以大家如果 在这个华人圈里面 有人愿意读这本书的话呢 建议可以给大家散发一下 但是呢 如果没有兴趣的人 我们也不要白给 因为他们没有兴趣 拿回去 他就给你争了 那这本书 是不是都是你翻译的 对是我翻译的 太棒了 然后 你现在他们这个公司 把所有的钱都cover掉了 是吧 他都出完了 对他已经付了 真好 上海上海的郁阳和那个道虹 这个杨道虹 他们两个人负责 把这个这个印刷啊 联系啊 这个这个 然后当初他们把钱全付了 付了以后呢 告诉我一共是多少钱 他们 然后我告诉印 他们那边就把钱给打过来 然后我从那转过去就行了 太好了 那你帮我能不能 首先我们先拿一本看看 好的 我想 我们现在有一个老牧师 就是王牧师和现在的新的这个牧师 因为有时候也在看他们探讨 这个 这个我们斯维登堡的那个学习的情况 然后我自己留一本 各给他们一本 我可以 我可以给你们 一共给我三本 留三本 好的 没问题我给你给十本吧 不要不要你三本先 因为要是就像你说 要是他们不感兴趣的话 花那么多心血 然后这个我先 因为我跟我们 我们教会的两个牧师都谈论过 我们在学习的事情 然后也让他们 就是给他们一个参考书吧 嗯 挺好的 嗯 然后留一点起来 以后看看有人感兴趣的话 我再给他们 我自己肯定要一本 先读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这个 这个是好事 对啊 谢谢广宾 翻译花很多时间的 那这本书 他这个试探这个作者 他这本 英文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他这本书大概应该是20年或25年以前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去世以后 他把他的家产捐出来 成立了一个这个Basal Laser Trust 专门用来这个传扬 这个向大家推广 史维登堡的神学著作 那么就这个试探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人的一个笔记本一样的 就他的总结 他的列出来 他学习史维登堡的心得体会 是不是这样 这个史维登堡 史维登堡 史维登堡他生前一共出版了18部书 嗯 最最重大的一部书就叫做蜀天的奥秘 这本书呢 对 这本书一共有12卷 嗯 现在理解 我看到这个感觉上 这个蜀天的奥秘这本书有点像 encyclopedia 就像百科全书一样的 嗯 百科全书 因为它里面 它讲的很广很广 嗯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后世 后世有一些人 就根据这本书 把它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主题来摘录出来 编成了书 编成了不同的书 比如说 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 这本书 就是另外一个牧者 从蜀天的奥秘里面 把它 把它主要的内容摘出来 编成了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 这本书 试探 也是这样的 还有一本重生 也是这样的 还有 还有几本书 都是从蜀天的奥秘 这个大 这本大巨著里面 把它 把它的一些要点 根据它需要的主题 把它把它摘出来 然后汇编起来 就编成这样一本书 这样的书呢 你比如说还有离散层 离散层集 我们最近每个礼拜六 我们晚上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离散层集也是 这是150年前 一个牧师 它根据这个 这个史维登堡的书里面的 这些基本内容 把它摘录出来 那本书可以说 比 那个牧者 编这个离散层的这个牧者 对于史维登堡的 整个这个巨著的了解的深度 可以说 比试探 比虫生 都深得多 因为它非常非常系统 他把这个这个这个史维登堡 关系 讲人类人里面的灵性 人的物质性 人的外层内层 所有这些层集 他的这种讲述呢 是很散在的 不成系统的 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比较系统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分散的比较散 这个牧师呢 把它全部拿出来 把它非常系统化 而且呢 史维登堡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图表 来表示他 他创了一个图表系统 一个图的系统 就像我们 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能看到了 也都看到了 就是那个 把人的内在分成那个图 全是那个牧师 他做出来的 这本书呢 也是从 就是从这个 《楚天的奥秘灵》出来的 所以 这些人 用了一生的时间 来研究 学习史维登堡的书 把它总结出来 那个 说实在话 如果让我们去读啊 比如说 试探这本书 我们在读 史维登堡的书的时候 可能会读到 哦 这有一部分讲试探 哦 那有一部分讲试探 但是很 根本不可能 拿系统的来看它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有时间 把那12卷的 《楚天的奥秘》这本书 把它读完 那太厉害了 太太大了 你看 现在目前 一共有三个人翻译 从那个拉丁文翻译过来 你从那个翻译 你就可以看 每一本书 每一个翻译 每一个版本的翻译 都是花了五到七年的时间 在翻译 你想这个书多大 他都是那些人 那花那么多年的时间 在进行翻译 所以这这本书 就是说从根据这个 《楚天的奥秘》里面说 摘录出来 汇编起来的这些书呢 都是这些汇编者 他们的 可以说他们的心血 他们把这个 《楚天的奥秘》的东西 读透了 把它系统的摘录出来 这个帮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像这个 《世泰》那本书 那个 很多人我觉得 读了以后呢 恍然大悟 拗摇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碰到的那些麻烦 那些挫折 原来他的原因 他的灵性 灵气的原因在这儿啊 哎呀 那个 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 可惜的是 现在在传统的基督教界 大家仍然是被束缚着 一听说是 史维多么的东西 有很多人就 先入为主的那个偏见 就存在 就出来了 不敢碰 不敢 不敢 想都不想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太好了 应该让大家都要接触这个 那么我们这 这一本圣经的 字译和灵译 叫做Word 那么 你翻译以前 也从来没人翻译过了 都是你翻译出来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是别人翻译过 但是翻译的 我读了以后 我很不满意 所以我在他们翻译的基础上呢 我重新做了大的修改 比较 比如说基本上有三分之二的部分 或者三 二分之一吧 二分之一的部分 我做了修改 哦 那么这个 Initially是谁写的 The World The World 这本书是 就是史维邓宝写的 这本书是 他自己写的 不是 不是另外人 学习的 不是不是 这是史维邓宝写的 但是这是 这本书是史维邓宝 他生前没有发表 是他身后 后人把他的材料整理起来 这本书是单独的 完成了以后 是他写的单独的一本书 确实是单独的一本书 不是后人把它汇集起来 不是 是后人给他写完了 他生前没写完 他就是走的时候 没完全写完 是不是 他没有发表 他就是没有发表而已 没发表 后人就把它发表 就完全按照他的原样发表 没有做任何 明白了 嗯 做任何讯息 谢谢明白了 这个史维邓宝的书 他写的全部是拉丁文 我们现在这个世上 大概懂拉丁文的人不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拉丁文好像 那是罗马文 就是罗马文字 拉丁文字 实际上是罗马文字 这个 因为罗马帝国已经 已经不存在了 拉丁文好像 在过去一百年以前的时候 还是封形于世界上 你想我们这个医学词汇 绝大部分都是拉丁文 拉丁词 可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不用拉丁词了 所以要想翻译 把史维邓宝的书翻译过来 我们最起码中国人 目前我们这几个翻译的人 没有人懂拉丁文 我们只能根据 他们翻译过来的 英文版来翻译 你看每一本 史维邓宝的书 史维邓宝的书 目前都有 最少两个不同的 英文译本 有的有六个 甚至到七个 有的书 有的书是六个 大概 见到好几个 有六个不同的 这个英文译本 有这么多呢 因为第一本译出来以后 大家读了觉得不对 或者不是觉得好像 有些地方就很别扭 然后有的人 有的人懂拉丁文的 和拉丁文一参照发现 哦那个人翻译的 有些地方有问题 说第二个人又翻译 翻译了以后呢 这就有两个了 后来再读 发现哎呀 还是不带劲 还是有些地方 不是那么准确 然后第三个人又翻译 所以一代一代下来 现在有的书是 有两三个 不同的英文译本 现在有的书就是 可以到达六个了 这个 翻译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时候会 就把这个meaning totally you know 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 好几个地方都是 翻译的关系 这个 这个meaning 就是它的意义 就完全不一样 哎 我现在非常清楚的看 真的觉得很 很有意思 很那个 责任很重大 因为参与翻译 我就快现在回头看 圣经的翻译 你看圣经的翻译版本 也有好多好多 为什么有好多呢 就是因为 这个后人看到别人 前人的翻译的时候 发现有些地方 哎呀 确实有点 还是有点遗憾 需要改进 所以后面 后面的人就再 再弄一个译本 我们中文实际 就大概有七八个 七八个不同的译本 哎 英文也有好多 好多不同的译本 甚至包括King James King James 那个一本 那个英文水平 是非常高的了 那你想想 当初那个 那个 英王 英王专门组织的 英国国内 那些都是大文豪啊 都是非常的英 英语造孕的 非常高的那些人 写的翻译的 这个 这个英文 这个圣经 这个后面 还有人在翻译 为什么呢 就是发现他们的翻译 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者不足的地方 后面还需要再进行 再进行改进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 我们 我们在这个 在基督教界 有的人讲 圣经的一个字都不能变啊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问他一句 你说的那个 一个字都不能变 那个是哪 是你哪个版本呢 是合合本呢 还是那个 那个清定本呢 因为它里面 有些字是不一样的 意思 基本上意思是没有 没有区别的 但是有些字 确实是不一样 有些有些概念的表达 确实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 一个字都不能变 这个这个思想方法 有的时候 可以说 有点太固执 大家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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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chacun dieser 走吧 背 再见 感谢观看